从穿衣吃饭去起 对 毕子规就是讲这个 那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穿衣吃饭现在还不会 是有问题 你看到我们现在 中国几千年来讲 道德仁义离 离是最后的这个标准了 这个朋友没有了 世界就乱了 你看现在是什么文化 没有 世界也没有 我看到很多国家这些官员 都穿上西装 那都是被西化了 他没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他自己有自己民族的服装 那是让人追着急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只要好看就行 他不管这些了 好看 我系上漂亮 不过他自己的本身东西非常好看 那倒不是不好 所以说 华颜金 那个金体就是 华就是白花的 各种品种不同的花 像大花园一样 它什么品种都有才好看 如果这个花园只有一种花是不好的 所以文化永远是多远的 美能美化 美不胜受啊 文化永远是多远的 永远是多远的 就是人们一定要遵从坚主的交道 对对对对对对 不可以说欺负 不可以说欺负把文化消灭点的错误 要帮助他成长 要帮助他提升 您知道啊 现在全世界 我们说有钱的没钱的 这些家庭的后代啊 那个价值观以享乐为主啊 穿衣服您老所讲 那个穿的 那女孩子穿的很暴露啊 嗯 嗯 他以这个为美啊 懂 那个不是享乐 那像中国中医上来讲的是吧 那是祸害 祸害 对 你这个身体暴露的时候 四十岁之后 你病气来了 四十岁之后 对对 我遇到 在台湾遇到个明星 他来看我 告诉我 一生都是病 我说怎么了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 穿衣服暴露啊 所以现在得病了